我們家廚房呢 女生講話本來就是要這麼溫柔 我們今天來了四位貴賓 然後呢 有一個是一定要講日文 各位好嗎 然後還有一位是 講話都要很柔很柔 所以我們待會動作都要慢一點 不要嚇到他們 然後有一位呢 是新婚耶 真的要好好的恭喜他 還有另外一位呢 未婚請徵婚 歡迎阿布 阿布 彥均 蚂蚁 柏玲 你好 謝謝你們來 你們家好溫馨喔 還不錯啊 真的耶 真的嗎 我剛剛要介紹你們 OK嗎 OK 剛剛你講我的是什麼 我沒聽很清楚耶 你溫溫啊 我幫你徵溫啊 那好 徵溫就好 對 然後你心微愉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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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是會都有做菜的經驗嗎 太好了 沒有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們自己不要說了 應該這樣講 我算是有一點做菜的經驗 是 因為一個人就是獨居啊 久了 所以就騎在家裡 沒事就煮一點東西 哪首的菜是 哪首的菜就 我最後一次做給女朋友吃的是 三分雞啊 妳會做三分雞 妳會做三分雞 然後一些湯類的東西 加糖醬 加分 加糖醬 非常好 阿瑪呢 我的話就是通常 就小時候啊 看媽媽做菜 然後這樣子學 然後 就是大概家庭料理 我也是日本的家庭料理 就日本的家庭料理 對啊 青植丼啊 那妳對台菜呢 青植丼 台菜的話 現在在學習中 對 但是我一定要跟你抱怨一下 你們那個日本料理喔 我不騙 那個啊 東西那麼一點點呢 很精緻 我吃不飽耶 蛤 所以妳學台菜是對的 對 大量化 對 那妍真呢 我其實剛剛跟瑪姨在聊 是台灣的路邊小吃太多了 導致於我們台灣女生呢 可能比較不用進廚房 找藉口 藉口 藉口 我剛剛嚇一跳是 導致我們台灣女生看起來 就瘦瘦的 那我是 我有事嗎 可是我現在有事 沒有 妳是吃飯嘛 其實妳不怕吃什麼飯 台灣夜市開很晚 所以就是凌晨也可以吃東西 對 到處玩美 其實比較方便 對 2 4小時 那彥均的話 我就很想問他一個問題 你有養狗嘛對不對 我沒有養狗 那你們家狗跟那個 還有養小 我們家的管理員 有養狗 然後有一次呢 因為我老婆很喜歡吃牛排 然後我去那個Costco 買牛排回家煎 牛排好難煎喔 很難煎喔 對 我煎到外面 後面是 外面膠 裡面沒熟啊 有火火不對 對 然後我就把外面那個削掉 是 把膠的地方削掉 為什麼 怎麼削啊 太苦了嘛 太苦了 對 然後 削掉 削掉以後再煎 一樣 妳就只靠煎而已 右膠 右膠掉 再削 再削 他這樣以後面 然後變薄面 本來18盎司 膠後面變3盎司 然後就 吃不飽 然後我們最後就叫麥當勞外賣 然後 因為肉丟掉很浪費嘛 然後我就拿 每天回家 出門都會經過管理師 就拿去給那個 我們家的小 那個管理員小狗子 他就拿到嘴巴去薄薄的 然後 然後看我這樣 連狗都不知道 太難吃了 連狗都不吃 而且 沒關係 我跟你講 他心機好重 你看他結婚之後 還帶他老婆去學做菜 真的耶 他自己不會做 他說他要逼他老婆去學 沒有 我跟他說 其實這是一種肉去啊 對 他自己沒有去 然後他在做菜的時候 我幫他錄影嘛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一個月 一道菜就好了 一個月一道 一個月30天一道菜 一年12道 可是你們這樣一個月 都一直吃那道菜好嗎 對啊 我可以啦 他可以做一道菜 然後其他我就 其實我跟你說 來我們節目就對了 真的 非常非常的快 你知道又教你簡單 是 簡單的烹調 然後吃了又營養 你知道多好嗎 可是我看到你們節目 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我看到你們節目的電鍋啊 不錯 很漂亮 是嗎 你們家剛好缺電鍋啊 真的嗎 可是來我們這邊 真的等一下你們比賽的時候 贏了真的有精美的獎品 再不是電鍋 果汁雞也可以 那個那個什麼 蔬果雞是不是 太巧了 他也不是 也不行 為什麼 就有精美的獎品 要送給你們就對了嘛 好啦 我們趕快來介紹 我們的師傅好了 OK 在我右手邊的呢 就是我的 帥氣挺拔的龍師傅 他當然不是獎品 他是屬於本節目的 所以正殿之寶 那另外一位吉祥日呢 就是在我左手邊的 高挑 帥氣 原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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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好 好 這樣起來 伏計嗎 兩位師傅很有名 不錯吧 不錯嗎 對啊 現在剛開始了 你們就先休息一下 是 然後由我們兩位師傅來給你 菜的頂竿 在家做菜很頭痛嗎 快來看師傅教你變菜色 我們今天主題什麼 下飯菜 下飯菜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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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湯湯水水的感覺 請問你 你吃過最多飯的那道菜是什麼 吃過最多飯 最像你下飯的 我覺得是一些像那個 傳統的台灣的那種 你知道嗎 加飯 然後有一點湯淋在飯上面 好好吃喔 滿意你應該比較少吧 有 我就是喜歡白飯嘛 然後配飯就是 就是 聰明 聰明 好吃 對 那年間呢 台灣道地的 只要有滷肉淋上飯 我就可以吃完了 對 這個也很聰明 那你不一定是牛排了吧 沒有 三杯雞 三杯雞那個 那個問聊有沒有 那旁邊那個醬油這樣拉拉 然後那個什麼 高盞塔 就夠了 夠了就好了 太好了 下飯菜真的太多了 我們現在趕快來問問 我們洛師傅 今天要為我們做什麼 下飯的菜 好 來 洛師傅 哪裡 要做什麼菜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 都沒有想到吧 等一下 我跟你講它不會開 它不會開 那個是新的 新的 你可以送我 好 這個蒼蠅頭其實今天沒有白飯 因為飯還沒煮熟 所以我們今天給大家 對 怎麼用發生麵包 對 就是一起裝起來吃這樣子 就是讓你有一個飽足感 對 那這裡面的食材就是韭菜 那韭菜在用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怎麼去挑 然後第一個 我們先切這個 好 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我們在切的時候 你就是用我們這個刀子 用劑子狀的 劑子的那種 然後慢慢的鋸 切成就很平整 然後切的話 差不多有一公分 是 然後切成這樣子的一個長條狀 是 對 我們就把蒼蠅頭 放在上面一起吃這樣 蒼蠅頭要放在 對 蒼蠅頭不是一定要有飯才好吃嗎 其實飯的話 有時候澱粉質太高 然後吃起來的話 體重會增胖 那我們用這個發生麵包的話 它是發酵 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真的不用去想那些問題 對啊 不用甘心太多 還是澱粉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節目就是 優質要講求健康 所以 對 現在的人一定要講求健康 然後我們就大概切成這樣子幾片就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我們切韭菜 韭菜花盡量把它剪掉 是 為什麼要剪掉 因為韭菜它本身 韭菜花 它本身會比較有一些些殘留的一個 榮藥 還有一個 對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韭菜在炒的時候 吃起來比較愛口 它會有一點腎味 所以我們把它剪掉 像像 因為它很像包一樣 對 沒有好吃 對 是 那洗完再剪還是剪完再洗 洗完再剪 把它晾乾之後再把它剪 然後真的 那個花就都沒有用了 都沒有用了 除非你把它曬乾 曬乾拿去種就有用了 對 我以為曬乾要泡茶 是 泡茶 也太吃飽了吧 然後這邊比較硬的地方 我們先把它切掉 好清脆的聲音 對 然後再切這個蒼蠅頭的話 一定要注意 尾巴的地方要切長 然後前面的地方要切短 這邊呢 師傅 這是川菜嗎 這不是川菜 這是台菜 哪有 台菜 在台灣就是天氣非常的好 然後四季如春 那我們這個韭菜 它本身在做的時候 就是在種的時候會很脆 然後很香 其實在四川它沒有韭菜 它是蒜苔 它是炒蒜苔 所以只有台灣才有吃到 這樣的一個韭菜花 比較大葉對不對 對 我們的天氣 對 然後在早期就是 我們四川 四川師傅來這邊的時候 它要炒這個 這樣攪落末 然後沒有辦法炒到蒜苔 就找到這個韭菜 然後就一直延伸到現在 就是川菜的一個 其實它真正的一個原因 就是台式的菜 台式的 對 原來是這樣子 對 所以現在在一些的川館裡面 都可以吃到蒼蠅頭 就認為是川菜 其實不是的 是台菜 是台菜 對 好 我們蒜頭就把它切末 然後辣椒也是把它切成末 對 配下顏色 是 好 這時候我們要用絞肉 問題來了 好 有問題嗎 不知道嗎 問題來了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先猜拳 好 贏的人就可以猜 猜對了就可以吃 好 好 來囉 剪刀石頭布 布 等一下 不要亂講 他是日本人 沒關係 我看你也好多年了 沒有 太快了剛剛 哪有錢都吃 沒關係 我跟你說 我們三個鷹也可以了 三個鷹也可以 對 三個鷹也可以 所以 媽姨你就要在旁邊看 什麼 是不是 因為 三個吃 我們會告訴你 好不好 對 他一定會跟你說很好吃 可是我讓給他好了 好可憐 哇塞 你真的是 好慘喔 好慘喔 真的假的 我讓給他好了 那我們現在先看 說不定你們都打錯 我走一點 我們答錯 我們吃咧 先問請出題 怎麼做可以讓小肉入鍋 熬炒膳 及香氣煮 A 先加沙拉油 B 先用水燙過 我們只能 我們三個做選一個答案 對 三選一個 三選一個 你覺得是什麼 他剛剛偷偷跟我說是A 誰說的 誰說的 誰 誰 沒有 他喜歡你喔 我沒有 可是有時候炒 等一下說很香 炒油會很香啊 可是他現在在學風熱鍋 對 我做的東西 連狗都不吃耶 你拿一下 等一下 5 4 3 2 1 阿布回答 A 就A啦 因為用水燙過的 對怪怪的 對 因為你還要下鍋炒 那都會有水這樣跑進去 也太好了 那就是A囉 A 乾脆來 師傅 恭喜 答對了 對 先生很聰明喔 這個他也跟他講了一個題目了 其實我們絞肉 有時候這樣子炒的話 會澀澀的 那當你加上一點點的油 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在炒的時候 它第一個好拌 然後在炒的時候 它的香氣非常的煮 對 所以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用一點點的油脂 這樣子慢慢的把它攪一下 就等於滋潤它的意思 對 油脂不能太多 比較好炒 對 比較好炒 那一點油的時候 你在攪的時候一定要攪到它 它有一點點牽絲 對 牽絲的時候就表示這個已經攪散了 謝謝 就這樣一絲一絲的 好 現在我們開始要入鍋了 駱師傅 這道菜真實的做起來 它大概幾分鐘 三分鐘 對 它只要飛掉很快 OK 自己說三分鐘 對 才好炒 我們真的不客氣要給你三分鐘 好 來 計時 好 來 三分鐘計時開始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油先下 也是要下一點油 讓鍋子稍微潤一下鍋 讓它潤一下之後呢 我們讓它有一點點的熱 這時候不要急 先等個十秒鐘 當鍋子的熱度起來之後 你的絞肉倒下去的時候 才不會這樣黏鍋 OK 鍋一定要熱 對 不然肉會黏在上面 有沒有 你看你在炒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散 這樣一半就開了 對 一半就開了 那顏色快要變了 變成什麼顏色 就是變成 有點白白的 白白的就可以了 那你這樣只炒 第一個 炒絞肉這個速度一定要快 炒久了 炒久了之後它會散 OK 然後散了之後它會散 對 慢慢來 對 然後蒜頭 蒜頭 下鍋 師傅它這樣會不會太乾 不會 不會 等一下我們加調料的時候 現在吃健康 對 不是有時候很多油的東西 就很好吃 是嗎 對 這時候我們稍微 過一下 然後有沒有 這樣子香氣讓它炒出 這時候我們先把這個盤子 對啊 先把它拍好 你已經要擺盤了 對 好快 等一下 蒜頭不是有豆腐嗎 對 我們今天不加豆腐 你從西合併的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還不急用豆腐 不是 豆腐 豆腐的話它的味道 如果你買好的是不鹹的 如果買不好的話是很鹹的 其實可以 這是不好吃 所以原則上我們是不加的 來 這樣子炒起來有一點水分 醬油 醬油 一大匙 鍋邊一大匙 然後我們的醬油膏一大匙 還要醬油膏 對 它的比例就是1比1的比例 然後糖一大匙 那糖也是1嗎 對 糖也是1 所以是1比1的1比1 對 倒數一分鐘 倒數一分鐘 對 然後一分鐘呢 我們這個要把它炒均勻 快炒 好香 對 這個一定要讓它醬油的香味 讓它煮 好香喔 30秒 對 30秒 不用急 它那個醬油都發在肉上面 對 這個都變好漂亮 黏住了 吸住了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韭菜 最後的10秒嗎 韭菜要最後10秒才下 為什麼 然後簡單的拌一拌才可以起鍋 對 好厲害 然後再來10秒 10秒 OK 8 7 6 5 4 3 2 1 加油 好簡單的感覺喔 雖然很簡單 可是吃起來不一樣 吃起來不一樣 真的感覺太簡單了 真的 等一下 榮師傅在隔壁是不開心的啊 你不要把東西摔過來喔 不要不開心 這是為大家示範的 簡易的蒼蠅頭 對 天啊 快點來晚飯吧 如果師傅這道蒼蠅頭簡單又容易 現象辣甜配合得剛剛好 還有什麼比這道菜更下飯的呢 來 頭髮都流下來了 對 不信心嗎 來 來 請開動喔 那不是 來 來 麻煩妳站在這裡 來 站好了 每個人拿一個這個 不回來嗎 這個現在做出來是最好吃的 因為現在趁熱對不對 對 其實你看它的顏色就知道很漂亮 是 很多 有沒有 快點多一點 那個韭菜 謝謝 是彥均還是彥福 彥均 彥均 很香喔 我一般吃菜圓頭都配飯 我不會配麵包 其實配麵包會比較健康 配飯不健康 你覺得這個錯吧 彥均 我跟你說 你去學瘋人對不對 你多教你老婆一道菜 就這個好簡單 看老師弄好簡單喔 好好吃喔 對 各位觀眾一定要學起來 真的很簡單 吃起來非常特別 就是比較秀氣的吃法 真的啦 然後你還可以吃到韭菜的那個 很秀氣 很秀氣 然後再加上麵包 加上那個肉香醬油香 對 然後這個 好有滋肉 我可以留一口給你 金飯吃喔 沒關係 我自己來 沒有 你真的有遊戲規則嗎 台灣是完真的 我幫洪師傅備料 好棒喔 我怕你擦桌子什麼之類的 這樣就好討厭韭菜 其實在吃這一道的時候 你會感受得到那個韭菜香 那我們在吃的時候 為什麼韭菜會那麼香呢 因為我們在最後的十秒 快速的炒的時候 韭菜的味道都會留在裡面 這是最好的一個小撇步 韭菜是不是可以多吃 因為它可以讓你的免疫系統變好 對 沒錯 它有刺激的那個 而且聽說對男人很好 真的 你要多吃一點 對 你要多吃一點 好了 來 吃完美我們謝謝洛師 謝謝